接著就回答你們的問題,和你們做BNO回答的問題 有些人很好笑,例如我要帶出世子 為什麼要出世子? 你想我怎麼回答你? 人家英國佬是要的,你有辦法嗎? 副本不行? 正本 副本不行嗎? 正本 為什麼副本不行? 屌你,老媽你是不是要扭屌? 是吧? 即是要扭屌 如果說以前,就直接不用出世子 所以這個星期,我們都不敢收那麼多人 都是四、五十個就算了 因為之前我們做到六、七十個 是很熟手的 這次四、五十個 雖然這些東西其實大同小異 但又要拍照,又要上載 都是論盡一點 但每次 我是唯一一件事 第一 就是見到別人 我最開心見到,不是因為他上來 給了錢訂閱節目 第一就可以見到面子 因為很多朋友其實在網上認識了很久 OK 第二就是,看到他們收到護照的喜悅 OK 就好像一個父母 看到含生如虎,養到兒子很大 大學畢業 自己又做孤雷又成 那種 那種開心 我在網上見到一眾 那些人經常說 英國佬出賣我們 其實言下此事就覺得我們這些 是拿著BNO的人 竟然這樣養貌 英國佬真是很賤 我屌你老母 含家產 你們不要真是以為自己屌你老母是意見領袖 雖然這個世界 是自由室 言論自由 我可以有我講 你又你講 我從來都是合理的 但是我從來都看不起 這個到現在我都是這樣說的 我最看不起的那些在網上 打飛機 吵到床頭老尾的含家產 你說你出來做事 蒙著臉 說我拍攝了手掌 我絕對不像黃之鋒那樣 那些人真是鬼 為什麼呢 你蒙得臉我覺得你 應該有些糟糕吧 是吧 吵你老母不是你蒙臉 你走出來 YES SIR 你支持政府 你無緣無緣無緣 就等於你劉德華也叫你 喜歡我 別遮臉 都要這樣 吵你老母在網上 前面打飛機都要蒙面 糟糕吧 吵你老母 說真的 夠不認知英國人沒有雷氣嗎 但是作為 你要在立場 我們人為什麼我這麼寬宏 我這麼開心呢 為什麼呢 你在他的立場 他當然會碰自己的飯 跟你說什麼的義氣 在美國的立場 就算現在突出香港 我也是這樣說 我怎麼會怨他 我們只能夠恨我們前世 做錯業 你怎麼想要投胎在香港 如果投胎在大陸反而更好 因為從小到大 你想想一個五毛 那幾個個人 或者被人洗腦了 什麼都不知道 就好像我在上水 經常見到他們 就算共產黨不厭 我都是中國人 這些都是很混亂的 是很混亂的 我們說 你做中國人 我們是不能做的 為什麼你要 他們很混亂的 你又你做中國人 我又我做英國狗 我不做英國人 我沒有本事 關你的混亂的事 你是中國人 你這麼做的 做什麼混亂的事 做中國人很混亂的事 你老母是嗎 你老母 中國歷史以來 是沒有混亂的事 在鎖國的時候 在互相沒有大行 甚至乎 不想知道有鬼佬 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以為自己是 醬醬醬大國 這些就是等於 現在的傻子 正在跟我說 我都認識這樣的朋友 也是網友的 小學三年級 輸算第一 幼稚園 我已經懂得 撐我旁邊的豬女 你說的那些傻子 那你請問 破了青了沒有 我犯人事 犯人事傷心 就像波仔一樣 你說的那些傻子 說得好聽一點 免得傷你們自尊心 就是要反省自己 檢討自己 才有進步 說認真一句 你進一條傻子嗎 來生 不單要作中國人 這一輩子都不要做 我們不是不知道 不是犯賤 但是 就算我犯賤 我都不能夠拿著 撒你了 我沒有人 撒你了 我沒有 HKSAR 香港特區護照 我撒你了 我真是醜人道 我真是撒你了 我怎能這樣做人 神經病 我現在天天盤算 那天我在那裡說 我下星期可能會這樣 有個passport 我老婆馬上問我 那我跟他說了 當然我後來想一想 我都未必 我們藏著這些東西 撒你了 說真的 我現在的使命 就是要為我的兒子 去拿一本美國護照 今天我們都會說多一點 先說少一點 我希望說少一點 因為很冷門 其實每天 連南康正都在那裡 撒你了 撒你了幾十條 美國怎麼打 中國 撒你了 誰人都知道